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杜汉称因为是越南华侨 对于家乡的口味是特别了解 其中店里的招牌海鲜和粉酸辣适中 汤头是用泰国香料加上烤过的牛大骨一起熬煮而成 另外为了迎合台湾人养生的概念 也推出了新鲜的清炖牛肉和粉 在老板近乎龟毛的要求之下 这碗和粉扎扎实实打败了面条 在2008年拿下台北市牛肉面节比赛的亚军 杜汉称对于食材的坚持 滔客也看在眼里吃在嘴里 只要是营业时间 人潮是从没间断过 不过说起了这份事业 背后并非一路顺遂 和粉店的背后有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哈根太太郑曼慧 曾经因为越战被迫封隔两地 早一步逃到台湾的政办会为了营救先生 试过各种管道也到处被骗 即便事发两年后两人团圆了 就应做洋差负债好几百万 迫使他们只能上街头卖和粉还债 很难想象如此戏剧化的人生 竟然在真实生活上演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度过难关的 香港的河粉通常都不配牛肉 对 也没有这么多了 这料也是比较少了 在香港吃 我在日本没有吃这么好吃的越南菜 让老涛和观光客赞不绝口的 是台北永康街巷弄内的这间越南河粉店 中午时分坐无虚席 只见全场客人一口接一口 急着把西部饱满汤汁的河粉送进嘴里 究竟有什么魅力 这边口味就比较道地一点 对 我们是从对面他的老店这边开始过 这边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过来就开始跟他们 吃他们的河粉 令老涛再三回味一再品尝 这间河粉店除了口味道地 选材和分量更是吸引陶客的关键 以招牌牛肉越南河粉为例 满满一碗里头除了牛板件 牛肋条 牛筋之外 还放入了牛肉丸以及秘方牛肚 牛肚很脆 我这么多讲牛肚 很脆很好吃 香港老师傅说 牛肚买回来 用柠檬再加醋去洗 洗了这样一煮就脆了 那我听了就很高兴了 马上回家就试了 一次一点都不脆 那我就自己去研究 研究后来 我想可能时间方面 你怎么控制它就会 从软变得脆 为了追求诚意满分 一代老板杜翰称 不只在牛肚上下功夫 连肉类产品的调理也很讲究 清炖牛腱肉 牛腱腥 这也有特别选过对吧 有 一天要煮到16斤左右 我们还要再泡过 我们的独家秘方 就是那个鱼露之类的 对 这会泡进去之后 然后再经过冷冻处理之后 我们才会把它切片包装 做成一份一份 我们这个清炖牛肉的 一个主要食材 至于这锅 花了十几个小时 熬出的琥珀色高汤 老板不用人工调味 除了用蔬菜逼出鲜甜 汤底用的牛大骨 更是要求得先烤过才能下锅 所以汤底是今天又烤过 才可以下去烤 牛骨都在烤 对 因为牛骨里面有骨髓 对 那你 我们发现如果烤过之后 那个骨髓会化出来 那你再下去熬汤的时候 其实更能够容易融入到那个汤里面 所以那个牛的那个味道 还有那个厚度 就因为里面那个骨头 如果你熬不出那个味 你熬不出那个水的话 其实那个味道就差很多 汤头很甜美啊 很甜美 挺好吃 我在香港吃的河粉 一夹起来就很容易断 这里就没有那么容易断 香Q弹牙的河粉 也是老板的得益之作 不像一般店家直接进货 杜汉称坚持 不夹他人之手 用科学原理制作独家河粉 外面你看一般市场卖的河粉 它都很厚 而且切得很宽 那基本上我们认为河粉 它本身是没有味道 假如你切太厚 太宽 它表面积就小 相对又薄又细 表面积比较大 那表面积大的话 你碰到汤的 接着汤的量也多 不只清炖甘甜 酸辣也够味 这碗酸辣海鲜河粉 因为柠檬的酸味 和微辣汤头让人开胃 肥米花枝 鲜虾 以及蛤蜊更是令人垂涎 分量多到把河粉都盖了过去 它汤头很特别 喝起来是什么 有点带酸的感觉 跟我们吃到的马辣米线 有一点分别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配料在里面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很辣 也不会很刚好 河粉店另一项招牌 是越南道义的炸春卷 只不过制作备工 每天都要花上数个钟头来备料 真的 他现在先把猪肉 洋葱跟凉薯 还有油 先把它拌匀 跟一些调味料拌匀之后 它会陆续再加 加芋头跟冬粉 冬粉会吸那个 洋葱流出来的那些汤水 那它冬粉就会吸收那些汤汁 让整个春卷的味道更均匀 为了让顾客能够均匀咬到馅料 过程中得用冰淇淋勺来等量分配 确实包裹后 再下锅炸成金黄色 最早有的小菜是这一半 最早 应该是三十年前这种 一般越南用的料 一般就是用那个 准丝 红萝卜丝 豆芽 一点那个肉碎 但是我们用的是肉跟虾为主 再配一些像那个芋头 洋葱 这些东西 我们是以肉为主 那一般他们一般做就是以蔬菜为主 由于店里厨房只有两三瓶大小 为了节省时间和空间 第二代老板杜宇芳 承袭老爸的龟毛 要求所有食材都需要先煮熟 并分成小包装 这样做除了方便上桌前快速加热 更保持产品口感的一致性 在品质上可以容易控管 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主要也是 我们的成本也好 不会造成多余的浪费 客人在吃的时候也不会 因为不同的人在操作 而可能会今天大碗明天小碗 杜氏父子欣喜谈事业 但回首创业过程 心底感触良多 1969年 杜宇芳的母亲郑曼慧 从台湾嫁到越南 和家境富裕的华侨杜汉成成婚 并生了三个孩子 六年过后 先总统讲功试试 许久未回老家的郑曼慧 便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 随团回台湾夜龄顺便谈亲 一到了香港才发现 我情况完全跟我们在越南国内 看到的听到的都不一样 因为越南国内他没有把这些消息 他把消息都封锁 所以我们以为还很远 由于1975年 郑曼慧回到台湾的这一年 正值越南战争后期 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国内反战情绪 将美国军队撤出越南 使得北越共军一路难攻 越南宣告沦陷 郑曼慧万万没想到 就此和先生分隔两地 想到当时大陆沦陷的时候 家人分离几十年都不能再见面 又有那种感觉 或者有那种恐慌 所以当时也没有办法 回来我还记得那时候到北门那边去 那时候没有国际电话 那我们想说去打个电话 你知道那个队伍排到开封街 但这通电话并没打通 战乱下双方断了消息 政办会不愿放弃 登门拜访乔委会请求协助 希望能有丈夫的依次讯息 就是我们所有从越南回来的人 我们都到乔委会 乔委会他门口放了一本好大的本子 然后你在本子上 你就写上你的名字 你的联络的方法 地址 然后所有的人不管谁 你任何时候 你都到那边去翻那个本子 我们就是每天都去翻本子 看有样子 无奈等了一年多还是空等待 期间双方也曾试着写信给对方 但皆被退回 那当时他听说他回到台湾之后 我想我有岳母的家里的弟子 我想他一定住在我岳母家里 等到能够开始联系之后 写信出来都没有回信 后来才知道 因为他到他岳母 我们岳母家里住没多久 他没有搬家 从家里满屋子的佣人 到家道中落 郑曼慧习惯了少奶奶的生活 却被迫带着两个儿子 在台北流浪 一年半后 终于有了杜汉城的音讯 于是郑曼慧利用积蓄 想尽办法也要把先生给救出来 然后人家告诉我说 你可以在泰国买什么过境证 你可以去菲律宾买过境证 又可以帮我们派船进去接 什么样都讲 所以身上所有真的几乎带出来的 全部都被拼光了 身上几乎都没有钱 没什么社会历练的郑曼慧到处被骗 他只能拜托以有人疏通 最后在当时行政院长 蒋经国的援助下 越南政府才同意让杜汉城和小儿子离境 只不过按照当时规定 杜汉城得放弃大部分的财产 因为我会做化妆品 就把那个化妆品挖空 把钻石用输球袋包包 放在这里 让化妆品挖空 看起来就不会像化妆品 因为我会做 我做新化妆品把它填到里面 杜汉城和小儿子 就这样夹带44颗钻石来到台湾 让郑曼慧一度以为雨过天晴 全家终于能够团圆过好日子 原来郑曼慧一不小心 竟然把整包钻石给遗忘在公车站牌 自从那时候 已经 大概已经都没有理智了 失去理智了 对 就蓝公车 那工作世界还真的停下来 我就上课去检查每一个人 可是你的 然后再从后人再走下来 然后就站在那边发败 我现在那时候都没有骂我半句 他只有搭我的肩膀说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那我就觉得说 一家里能够团圆 可能就是要花这些代价吧 即便杜汉城乐观看待 认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就能克服困境 但老天的考验还没结束 后来做生意又被人家 钻石卖给人家 拿去之后跳跳 那那个钻石比较大的 这变成我们就没办法了 每个月我的薪水拍下来 所以我还利息都不太够 那我说要怎么办呢 我说要往上出来卖面 补贴一点 光在靠虚嘴不够 要吃 欠下了数百万的债务 夫妻两位的还债 选择向亲戚借了五千多块 买生财工具 在台北永康街开始摆摊 卖起家乡口味越南合分 两人齐心 杜汉城上班时 正曼慧就先推着摊车摆摊 不习惯叫卖的他 一开始识别连连 我就觉得好丢脸 尤其推那个车子出来 我就坐在那里 然后还故意放一本 那个什么读者文在 低着头在那边看 都不敢投都不敢 当然没生意了 11点卖到1点 才卖一碗米粉 为了改善生意 有化工背景杜汉城 把所学应用到麦合粉上 不像其他摊贩 添加配料多品感觉 差不多就好 杜汉城的每一碗食材 都得先精准秤过 也因为与众不同 品质一致 生意开始好转 他每次都会问我 有没有旧客人回来吃 他很在意 有没有老客人回来吃 这一点他很在意 我是不懂啊 我就觉得有啊 那天那个谁谁谁吃过 好像又再来 那他就很高兴 他就跟我说有希望 当时一般卫生条件比较差 但这卖会为了顾客 率先街坊 从洗涤环境开始改善 在我们那个时代 都是这样一桶水洗 一桶水冲 然后一桶水就上来 就可以吃 一装个水龙筒 我就放在那里 第一个小小的 拿个那个洗澡 那个大桶 他每天的那个水就 滴滴滴滴 人家都看见 人家都看见我的水是冻的 慢慢地 认真的态度 获得顾客的肯定 打拼了十年 债还轻了 小摊车也升级成店铺 郑曼慧看着三个儿子 一个个长大成家立业 以为就要享幸福了 没想到在店里帮忙的大儿子 竟传出离癌 应该是说他自己 应该知道说不对劲 可是他不讲都不讲 只是在工作表现上觉得说 怎么越来越 就让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 这种类法 不应该是这样 就是连气色也不是很好 就会觉得说 你如果重新再来过 我不想那么拼 可能会把时间多一点 敬儿子 郑曼慧自责 为了还债 常年在外头打拼 没能多陪陪儿子 受不了打击的他 出现了轻生的念头 那时候住十楼 都觉得好像地上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那种吸 我梳上来就是 会有股吸力 一直 你就一直会 好像很诱惑你 一直想下去 那种感觉 晚上三个半夜 我爸突然敲我的梦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妈在阳台外面 你赶快去把他拉回来 我就赶快冲过去看是什么事情 对啊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说 就是觉得很累啊 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就赶快抓紧 抓好时机 一把把他拉回来这样子 离爱的大儿子终究走了 无助的郑曼慧 几经徘徊 意外在教会门口 收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饶恕两个字 就是不要一直 一直这么自责 那也不要把很多的事情 就是想得到 过敏 对 就像被闪电打到一般 郑曼慧领悟到 原来得先饶恕自己 才能饶恕他人 从此走出阴霾 家人齐心协力下 越南和粉店的生意 蒸蒸日上 招牌清炖牛肉和粉 还曾拿下2008年 牛肉面节比赛亚军 问其都市父子 两人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 两人的回答很一致 很多客人来吃 就表示客人肯定你的东西味道好 那就是我的成就感 到了我这个 走过了山谷和峻岭 体会了生离死别 杜氏一家人 如今面对任何事都很坦然 虽然创业故事 有如小说一样曲折 但也正因为这一晚越南和粉 让杜家更惜福 更相知相惜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常听有人说开店选位置 这个地理很重要 不过新北市中和一间牛肉面店 它却是反其道而行 开在几乎没有人潮跟餐厅的小路上 但你以为教会没生意吗 很难想象这间店却是一枝独秀 用餐时段人潮是从来没停过 更有人是从外地 甚至是国外专程来吃面的 老板曾成就跟他的名字一样真成 卖面是从来不省成本 招牌牛小牌牛肉面 上头铺着四块带着软骨的排骨 不仅手煮入味 连软骨都能够咬碎带肉吞下 而另外一碗好口碑的霸王面 更是令人惊艳了 这光是小碗的直径 就比成人手掌展开还要大 上头满满的牛筋 牛小牌 牛腱跟牛肋条 这光是视觉上就很享受了 也提升了吃下肚的饱足感 从事餐饮三四十年的曾老板 虽然曾经开过中式跟西式餐厅 却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有一次去道路旅游 他意外认识了在大户人家出身的王璇 两人是一见钟情 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然而王璇从小没做过家事 他也不需要做家事 但他为了爱情到了台湾之后 就跟着曾成在厨房忙进忙出卖牛肉面 让曾成看得是相当感动 夫妻俩的齐心协力撒 如今牛肉面店迷洋四海 也成了两人的爱情见证 藏身在新北市中和圆山路的两线道上 这间没注意看 就有可能错过的牛肉面店 用餐时刻总是人潮满满 每天都要吃 最少一次 中午中餐跟晚餐都来吃 不会腻吗 不会腻 越吃越过瘾 像这样吃得上瘾的顾客不在少数 让人好奇 这碗面究竟有什么魔力 是便宜吗 一碗面要价也要一两百元 属于一般价 不过看看招牌牛肉面 用料大胆 分量也多得吓人 韩国是什么辣辣咸咸的 但是说台湾的东西是甜甜 清淡的料 肉我觉得跟其他牛肉面不一样 店不一样 所以我感觉就吃起来比较香 这是其实我最喜欢的牛肉面 在台北 我是很爱吃肉鬼 超爱吃肉 我觉得他们的肉很很嫩 超好吃的 应该他们卤很久了的感觉 这是很多口味 但是我应该我自己不太知道 这是什么口味 简单一碗牛肉面 口味层次多到连阿东都说赞 这听在老板增成的耳里 满是喜悦和骄傲 不像一般牛肉面店家 汆烫蓄血水 老板增成在炖煮牛肉前 会先将牛肉腌制一天 让肉块吸饱独门酱汁 增加口感 我偶尔要搅拌一下 一个小时就搅拌一次 我这个是调肉 热调 热调肉 不是一般的腱脂肉 不是不是 我用这个部位吃起来比较软 我就是给它切大块一点 它切成这样 对对 就比一般人家的牛肉面还大 这样看起来就很过瘾 炎漬过后 为了避免在空气接触太久 肉质生变 紧接着 得赶紧放进牛肉汤里熬煮 好 我们腌制好的肉就给压去了 这个肉要煮一个小时 吃甜 牛肉的鲜甜 均匀散布在牛肉汤里 但汤要好喝 中药包也不能少 老板特别调配大小茴香 桃果 肉桂 以及花椒等十多种中药材来提味 炖煮一个小时 再焖上四十分钟 大功告成 一头牛里面的部位非常之多 那我就调肉 就是吃起来就是感觉比较顺口 这个比较香 这个地方比较香 红花亮眼 绿叶也有其重要性 老板费记心思 要让客人一吃就上瘾 于是把脑筋冻到面条上 虽然不是自制 但也试了好几间的面条厂 由于都达不到曾老板的要求 干脆请人特制 这独一无二 咬起来厚实有弹性的 攀板家常拉面 不过这里的牛肉面 口味比较养生 偏向清炖 那爱吃辣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迎合客人 老板娘王璇也胜出家乡口味 云南秘方 牛油炒辣椒 不能大 不能大 要中火就好 这个火候很重要 所以你真的就要要连续 连续不停地翻炒 翻个炒 差不多 你火候大 它马上就会焦掉 那个香味没有给它逼出来 我要慢慢地 给那个辣椒的香味出来 可别以为拿锅铲炒很容易 牛油炒连续翻动三四十分钟 十足费力 一场硬仗下来 不止流汗还会流泪 很呛 很呛 沙拉油去做 它感觉那个香味 没有用牛油去这样炒 那个味道香 我说我为什么不把我这么好的东西 来做我的辣椒 我说我试试看 一试出来真的效果 不一样 吸干牛油 辣椒渐渐变色 冷却之后 就成了顾客最爱 进度十足的辣渣 王璇能有这样的好手艺 其实不是天生的 出生于云南大户人家的他 从小不曾做家事 都是由帮拥打理 八年前 常年从事餐饮事业的曾成 趁着工作短暂休息 到云南观光 在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的王璇 上天就是把你安排好好的 经过朋友的介绍 我们第一眼一看上 两个人就 我内心里面我就认识 这个就是我的老婆 我从在年轻的时候都想 在高中的时候想 我将来我的白马王子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子的 正好有这个缘 通过朋友推荐 介绍 那么我们就是 就这样子 宿妹平生的两人 一见面天雷勾动地火 短暂交往半年 王璇就下定决心 要远走他乡 跟随曾成到台湾开牛肉面店 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从没做过初活的王璇 即便开始没有帮手 不太适应 却也想尽办法 不让父母操心 我妈妈说 做餐厅 你都要亲手做做吗 我说没有 我们有请人吗 都有请人 我是报喜不报忧了 这是一种 也生了一种善意的欺骗 直到有一次 王璇的父母到了台湾 看到女儿 终日得与锅炉为伍 善意谎言 还是被拆穿了 爸爸很疼我 真的很疼我 他给妈妈流着眼泪 就是说 我们小璇 她既然能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就抱歉 她说我的女儿 在我女儿身上 看到我的影子 好 就是心疼了 作为父母亲的 很心疼了 就像故事里的男女主角 两人为了爱情 不顾一切共同奋斗 但因为个性都太刚硬 纷争在所难免 两人就曾为了 一个偏僻的店面位置 意见分歧 在用餐的时间六点钟左右 我就在这边站 站一到两个小时 我就观察这边 我说不行 真的不行 坐不起来 那时候只要晚上 真的没有人 我说老板晚上没有人 整条街都安安的 因为对面他们也都很早就休了 做生意就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你都没有去刚具备一样 具备一样 是不是你怎么能开这个店呢 王璇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意外 仔细观察 牛肉面店周遭因为人潮车潮不集中 附近店铺常溢主 但这样的想法 增诚不能接受 他对自己的手艺相当有把握 认为好吃的东西不应受环境限制 我是认为说 我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不是很好的地点 但是东西好 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做 不过天不从人愿 开店不到一个月 就碰上美牛事件 每天等待客人的时间 比下厨的时间还要长 一天顶多只能卖三四十碗面 一次的美牛事件 让增诚体会到食材的重要性 为了改善生意 他决定下更大赌注 所有的东西不计成本 只求最好 有蔥吗 蔥 今次去很快 没关系 卡最好的来 这个是哪里的葱 这是本葱 南部的本葱 南部的本葱 OK OK 仪南葱 好 好 好 这个好 它一定要漂亮 一定要漂亮 一定要新鲜 一定要当天的 不过我的菜也都是当天的 太醜的菜他沒辦法用 有一次需要某些的那種辛香料 那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給他的他試過以後 他會先試 試過以後他覺得說 不是他想要的味道 他會跟我們講說 叫我們再去找 那我們就會去幫他再找 直到說他試過以後 他覺得說OK 需要適合他的等級 然後也適合他的味道 為了和市場做區隔 曾成和王璇大膽嘗試 把傳統牛肉麵做了些改變 推出霸王麵和牛小排牛肉麵 其中霸王麵霸氣十足 裡頭滿滿的牛筋 牛小排 牛腱和牛肋條 往事玩都比成人的手掌大上許多 而招牌牛小排牛肉麵 四塊帶著軟骨的排骨 熬煮到連軟骨都能咬碎帶肉吞下 往事視覺就很享受 也提升吃下肚的飽足感 他這個肉煮得很爛 而且又有大骨頭 要內行的人就知道 那大骨頭裡面熬出來的湯 是有蓋的 所以年輕人比較不懂 那以為要吃那個肉比較好吃 可是我就覺得這種最好吃 最適合我了 當然麵店也少不了小菜 更有人是為它而來 像是牛肚 滷花生 半斤半肉牛肉 甚至是最搶手 吃起來涼爽的牛肉丼 常常還沒擺盤 就被搶購一口 就有像牛肉的那種 肉末在裡面 肉末有 有 那咬起來呢 那個軟硬剛好 上面是水水的嘛 就本來我們吃丼 都會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然後下面是肉 像吃雞肉丼一樣 它的牛肚不錯啊 牛肉吃起來感覺 滿Q又香的 對 麵條呢 麵條也很好吃 尤其它那個辣 加下去的話 那個香味又跑出來了 對 真的不錯 經過多年奮鬥 這些牛肉麵店 雖然依舊開在不起眼處 但夫妻倆相互扶持 用實力戰勝了命氣 如今只要到用餐時間 人潮總是沒停過 問起究竟是什麼力量 讓他們擺脫事業低潮 王璇的回答很真誠 因為愛 對 真的因為愛 你別 有些人說話講那麼好聽 不是真正的 為了愛 沒有異鄉戀曲 就沒有這間牛肉麵店 王璇和曾誠的愛情故事 造就了美味 也證明人定整天 歡迎收看靜潔台灣 在離島馬祖 年輕人外移的問題 一直都存在著 像是做了四十年糕餅的老闆王敦發 空有一副好手藝 年紀大了 卻找不到人接班 三年前說服了兒子 讓兒子離開五光十色的台北 回到馬祖來學做糕餅 總算是解決問題 還把糕餅這種老人家吃的東西 換上了新裝 用冰冰涼涼的剉冰 搭配自己包的地瓜絞 變成了獨特馬祖風味的雄林冰 現在這剉冰的生意 都快比手工糕餅還要紅了 而七年級生 陳尤恩也被父母說服 回到馬祖開了全馬祖 唯一一間的披薩店 成為了返鄉的新力量 你怎麼做奇怪 怎麼做都可以 怎麼做都可以 而且裡面很敲 已經在馬祖做糕餅 四十年的亡分發 從糕餅業還是軍管戒嚴的時代 一路走出軍事解嚴 進而邁向馬祖觀光 他的事業過程 可說是馬祖糕餅業的一本活歷史 一大早正忙著做鳳梨餅 把鳳梨餅包進友好的麵團 再用獨特的手法 一指一指壓捏出像太陽的形狀 雖然出事四十年 但王敦發的家裡 過去從事漁業跟糕餅 一點關係也沒有 阿嬤講說 修床以後 一月落後的話 床就沒有人坐 修床感覺還不如去學作品 阿嬤的一句話 改變了家裡人的一生 十六歲時的王敦發 本來幫父親造船 離鄉背井來到馬祖南竿 最富盛名的糕餅店 拜師學藝 從此踏入糕餅業 他是負責煮飯掃地 去送貨 拌麵粉 打炸的 我那時候學三年都是學這些 不過我是抗抗抗會 五個師兄弟裡 王敦發年紀最小 一開始根本輪不到他拿麵團 但沒想到四十年後 只剩他繼續死守著 手工糕餅這一行 只有他還在做這一行 然後有一隻 其實自己有一隻在 一直去學 中間有一段還去學了做麵包 去台灣學做麵包 因為馬祖過去的生意 都靠阿兵哥捧場 希望能多掙點錢 王敦發財不務正業地 跑到基隆學做麵包 因此無論是傳統美味 還是西式糕餅 他的手藝都融合了 東方和西方的優點特差 你要先看一下 這個算 這個在我來講就是炒回到了 可是顏色很好看 炒回到了 對不起 這顏色很好看 對 來 放這邊 很燙喔 放這邊 忙著採訪 太太一下子忘了鳳梨餅出爐的時間 我們外行人根本看不出差異 但對於要求甚高的王敦發而言 這些餅可不能送到客人手中 只能當成自己的下午茶了 這個太深了一點 都幾格的東西對不對 這個你打七十分 而且旁邊都有一點燥味 都要加上 王敦發的顏景 從他做蘿蔔絲餅 一層一層 不厭其煩的擀麵 就可以看得出來 擀的時候 裡面的百合酥 跟這個皮 一定要一樣 他擀出來的皮 都要四面都要 等一下切的時候 聞一個很漂亮 王敦發的手藝 跟其他糕餅師傅一樣 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 左思右想 唯一能接棒的人選 似乎只有兒子王志維 你爸爸這個手藝 你再不接手 學一點點 就會失床 那現在因為這些 一些老手藝 其實現在已經漸漸的 都已經都 沒有人再接觸這一塊 尤其年輕人 不會去學這些 我父親那時候希望我回來 可是我又不太想回來 因為在台灣待習慣了 就是比較不習慣 馬祖這邊玩 因為太安靜 第二個太無聊 王志維的想法 跟時下的年輕人一模一樣 要他離開五光十色的台北 回到馬祖 每天重複擀麵 豁面的生活 這可不是他的理想工作 每次過年我都會回來 跟我爸爸這樣子 這麼忙嗎 他打電話到台灣 他說很忙嗎 我都不相信 可是直到我那時候回來 我回來幫忙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 這個是真的很忙 三年前決定回到家裡 但同時也考上了消防員 在北甘機場的消防隊工作 現在只能利用放假 和休假的時間 才能跟老爸學手藝 這個我捏的 這個我父親捏的 讓他這個捏出來 烤出來 口感跟我這個部分 我這個可能因為比較高 吃起來會先咬到胃的部分 所以口感上的話 我父親這個會有差 要讓餅口感堅韌 鹹中帶香 雖然王志維手藝還不夠精 但家裡的接班內憂 總算是暫時解決 過馬祖的撿兵政策 讓當地的阿兵哥 越來越少 觀光客也有淡忘疾之分 這些外患還是衝擊著 王家的糕餅生意 因為馬祖的觀光 淡季萬季 沒有說整天都是好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靠阿兵哥生活 那你不能只有做漢餅 你做這個漢餅 你等於說有限 你要做生意 那你要有一些 讓人家有一些更多的選擇 家傳商品要如何獲得遊客青睞 成了最大的難題 儘管是傳統的美味 也必須得跟得上時代 他們腦筋轉了個彎 先從馬祖遍地都是的地瓜 找尋生機 以前我們窮人家 家裡三餐幾乎都吃地瓜 窮人家沒有白米飯可以吃 以前有錢人家有白米飯吃 會羨慕吃地瓜的 那我們就用地瓜 去跟他們畫白米 一顆顆金黃飽滿的地瓜腳 在老闆娘手中俐落誕生 變成了遊客來到馬祖的 最佳伴手禮 甚至包進紅麴 紅糟 做出各種顏色 那我就把這些東西 加在地瓜裡面 我就去試 覺得口感 那種顏色搭起來都不錯 但這樣還不夠 一定要有別人 從沒吃過的口感 他們把冰冰涼涼涼的剉冰 加上紅豆 薏仁 這些隨處可見的配料 最後搭配煮到熟透的地瓜腳 這就變成獨特馬祖風味的 燒冷冰 現在彈水我們都自己用手工炒的 甜甜的地瓜腳 還吃得到剛起鍋的QQ口感 成了剉冰裡最重要的主角 獨特的滋味 也讓遊客一吃就念念不忘 台灣傳統糕餅已經逐漸視為 為了保存這珍貴的資產 四十年的糕餅老店 仍然兢兢業業的守住 純手工技巧與獨到品味 誰想得到跨航賣起冰來 做得更加有聲有色 不只傳承了台灣傳統風俗 與糕餅文化 更讓陪著馬祖人長大的老味道 換上新裝 持續飄香 馬祖南竿 每年馬祖出旬的廟會 就是平靜的小鎮 最充滿生氣的時候 焰火齊放 裸骨喧天 街道上熱鬧滾滾 一千多戶人家通通動了起來 但其實馬祖的勞動人口 不斷外移 許多年輕人 都往台灣本島討生活 而這一位七年級生陳尤恩 卻依然在南竿受著搖滷 一開始就是頂了一家炸機點 然後就想要說 炸機現在炸的利潤都很低 油一直漲 瓦斯一直漲 想說要搭配什麼 也比較豐富多元這樣 後來又有一天在海邊就突然 賣披薩好像不錯 然後當時剛剛還滿流行那種 三車的窯口披薩 麵皮擀薄 擀平 再塗上特調的番茄糊 撒上滿滿的起司 接著加入洋蔥 杏辣雞肉 墨西哥辣椒等各式配料 再送入寮爐 讓起司在高溫中跳起舞來 麵皮跟著膨脹帶出美味 這樣的新潮披薩 或許在台灣本島常常能看得到 可是在古早味小吃充斥的馬祖 這可是唯一的一家披薩店 自己是一個美食愛好的 做吃的不壞物就是要把它做到好吃 然後覺得能滿足自己 自己覺得OK 然後其他的就讓消費者去檢驗吧 對啊 想法是這樣 當然只有年輕人這麼有勇氣 在馬祖做起沒人敢做的事業 招牌的窯爐還千里迢迢從台灣扛過來 要開一家披薩店 連配料也得漂洋過海 自己這邊的蔬菜 樣式也很少 然後有時候季節又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也是從台灣來的 然後說冬天船不開 我們就沒了 船不開就沒料可擺 在什麼都方便的現在 真的很難想像 不得已只好在口味上做出調整 我覺得這個青豆是我 這個披薩的敗品 可是真的是為了好看 有時候顏色上面 對啊 像我自己是很討厭那種冷凍酥的 我自己 好 陳劉恩的披薩 也和馬祖人印象中的很不一樣 特別做薄皮的羅馬披薩 羅馬披薩的重點就是料多 然後餅皮是脆的 吃起來就有點像餅乾 然後中間又有點鬆軟這樣 吃起來都是滿滿的餡料 吃起來很滿足的感覺 光是拿著就忍不住吃上一口 陳劉恩說披薩這種食物 跟它的個性很像 就是要自由自在 皮爪是一個很free的東西 其實你要怎麼太多口味 只是看你要怎麼去搭配 搭配的是不是適合口味 像什麼雞肉海鮮 要怎麼搭配什麼醬 大概是這樣子 愛吃什麼就放什麼 自己覺得好吃就拿出來賣 口味也從一天只有三種 慢慢進化到七八種 新潮獨特的食物 卻讓傳統的馬祖人 願意掏腰包 沒別的訣竅 靠的就是料好實在 我是覺得吃披薩 就是要吃到很多料 就會很開心 當然有些人覺得披薩 你料太多 會太濕了你知道嗎 他是覺得要吃到起司吃的 就是要很多料 但他的創業路 也並非一帆風順 先在台北擔任立委助理 後來立委落選了 他就沒頭路了 決定開間飲料店 卻正好碰上全台灣人 聞之色變的塑化劑風暴 整個我們又是做 天然健康水果類的 但那時候不是都是 就是什麼果醬啊 濃縮果醬這樣子 整個生意就是大不如前 所以後來生意真的是不太好 我們就收掉了 當時的他開始猶豫了 到底要留在台北 還是要回到故鄉馬祖 就近照顧父母 我爸媽年紀也大 希望我回來 然後他說那 我說我不想回來 他說那你回來玩一玩嘛 我也很久沒有回來 他說好回來 就剛好我回來的時候 就遇到炸雞爹要頂了 是我自己以前愛吃的 他說欸 心裡想說有一個頂 然後頂十萬塊我就頂 結果真的他就開十萬 對 就先頂下來 我想說讓他就留下來 馬祖地方小 陳油恩的雞排尺寸卻特別大 在油鍋中炸到金黃香酥 每天的下午茶時間 這濃濃的香味 總是吸引大批韜客上門 戴著手套直接抓著 就大塊朵衣起來 吃膩了馬祖傳統小吃 阿兵哥也會上門解餐 謝謝 不能說最低 現在小店裡 就靠陳油恩和父母 三個人打理 馬祖的緩慢步調 反而和他的經營理念 不謀而合 這種東西 吃的就是要慢慢玩 很用感情的 可是有時候就是 為了速度為了量 這部分就是 跟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馳 年輕人不斷出走的馬祖南竿 難道真的沒有機會嗎 陳油恩帶著自己愛吃的美食 以及學成的手藝 回到互相 成為返鄉的新力量 今天節目裡我們看到了 都市夫妻因為一場越戰 失去了原有的富裕生活 不過他們是越挫越勇 靠著一潭越南河粉 找到了他們另一個人生 同樣也是夫妻創業的故事 曾成娶了大戶人家出身的王璇 兩人是一見鍾情攜手打拼 雖然進牛肉麵店 是又熱又辛苦 不過在愛情支撐下 兩人是齊心協力 讓招牌的牛小排牛肉麵 名揚四海 在馬祖做糕餅的老闆王敦發 趁自己還做得動的時候 要把四十年的功力 全部傳給兒子 把古早味傳承下去 而去年級生陳油恩 也從台北回到了馬祖打拼 開了全馬祖唯一一間的披薩店 把自己愛吃的美食帶回故鄉 這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進捷台灣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 我們下次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